關於頭三題的小測,重點都不外乎要懂計算邪率 記得是減數,要計算Y的距離是減數,X的距離是減數 另外如果看到平衡線的話,他們兩個的斜率會相等 斜率相等都可以證明到它是平衡線 垂直線方面,兩個斜率乘乎是-1 首先我做了第一題 要你去證明,留意 把所有座標都給你,要你證明它們是還是不是平衡線 這個證明就要你證明它是 所以我們一定是計AB的斜率拿1分 再計CD的斜率又拿多分 計完之後兩個數值照到你一定是一樣 否則你就算錯了,就可以證明到它是平衡的 好,首先AB,我先用紅色筆圈底 AB應該是它兩個 首先找Y的距離 Y的距離就是這兩個 0-6 另外到X的距離 X的距離 2-4 看左邊 2-0在左邊 4-6在右邊 那你喜歡調轉 兩分子分母都調轉 這樣就可以了 好,後來計算下去之後 我覺得這個位是危機來的 記得要有括弧 不然變成-6便會加貨 分子是6 分母是-2 答案是-3 好,到另外 CD 我用黑色筆圈著CD CD是這兩個座標 首先做Y先 11-負7 再做X 負1-5 這個括弧更好 好,最後計算完之後 上面是18 下面是-6 答案也是-3 是意料中時來的 因為我知道了 AB的邪率等於CD的邪率 所以我有個結論 就是AB真的平衡於CD 主要拿分子是1分 2分 3分 好,到第二題 又是它把所有座標給你 要你證明它是垂直 又是 要證明平衡垂直 都是計算邪率的 先計算I和J的邪率 再計算K和L的邪率 首先就是先拿它們的Y直雙減 -1-5 再拿X直雙減 計算完之後 會分子變成正四 分母是漏了山窟戶的 16 答案是-4分之1 你也可以先猜一猜 如果它們是垂直的話 你可以猜定答案是多少 還記不記得我們說過 垂直的情況 如果本身這個是正的邪率 下面這個照到你是負的邪率 而且還會把分子分母調轉了 按照你我估計的答案應該是這個 好 試一下早做先 我用紅色一圈 先拿Y的雙減 2-22 再拿X雙減 4-1 記得Y在上面 好 尤其算到這個是-20在上面 5在下面 如果選了之後 看見真的是-4 over 1 即是是-4 好 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真的告訴大家 我將它們兩隻 現在成為了 我將這個 4分1 乘以-4 乘以-4 乘以-1 所以結論 所以 IJ 真是垂直於KL 這個位置很重要的 今次這個 很重要的 這個部分 有分的 一定要有 著名 它們乘以-1 乘以-1 好 跟上面有些不同 今次在我心目中 削這裡前面 前面的部分 你有計算到其中一個 都拿到1分 很重要的 就是 你要將它們乘以-1 一分 結論1分 所以這題3分 我覺得是難拿少少的 好了 去到最後 要計算第三題 好 那這個就移下來 好 第三題 重點你依然要見得到的 那 那就 它就說 考慮現在的直角座標的平面 這裡有四個座標 不過其中有K在這裡 留不留意到有未知數 我看到這裡有未知數 那 情況下 如果A 如果AB是平衡CD 我們可以得到什麼結論呢 我們可以得到的結論 下面其實有寫過的 如果它們是平衡線 我們照到你得出的結論 就是它們兩個的斜率會相等 你只寫這個出來 我已經會給你們分 因為平衡 所以它們的斜率會相等 然後呢 這個就關鍵了 藍色這個位置就關鍵了 就是你分別要在左邊和右邊 計算AB的斜率 和CD的斜率 CD的斜率應該不難計 CD的斜率應該不難計 拿Y-Y X-X CD的斜率不難計 但是左邊那個呢 AB的斜率會有些人害怕 因為看到有個K在這裡 其實沒有需要害怕 K都是一個文字來的 數字可以當是文字 數字是不是叫文字呢 隨便吧 總之都是一樣東西 左手邊的 3-K 3-K 不就是分子 都是Y-Y 然後分母呢 就是用它的X-X 負1- 不過記得要加括弧 這個位置是一個危機來的 除非你把未知數放在前面 放在前面做減 即使你不是這樣寫 你另一個寫法就會舒服些 就是用K-3 K加2--1 都是要有括弧的 你隨便選擇 你隨便選擇一個來寫 兩者隨便選擇 二扎其一 二選一 你都可以比較一下 下面這個有個好處 打星星這個有個好處 就是 未知數是正數 你會覺得舒服些 我拿下面那個來做 右手邊是6 over10 想選擇的話 就變3over5 左手邊是K-3 OVERK 加2再加1 就是K加3 好了 然後就是交叉 雙成 左手邊是5K-3 右手邊是3K加3 再繼續做下去 嗯... 再繼續做下去 不夠位 好 我寫過這邊 好 變成5個K-15 等於3個K加9 記得小心點 不要乘漏了 5個K 2個來 減3K 記住9個K照抄下來 2個來變成15 2個K等於24 所以 只有K 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12 所以 它就說 在什麼情況下 會平衡線 原來K 一定要是12 放進去 B的座標 也沒有叫我計 不用計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要計 B的座標 很特別的 B的座標應該是12加2 Y值應該是12 也就是說 B座標應該是14 等於12 在這個情況下 A、B和C D就會平衡 好 A部分計完 我們準備計 B部分 B部分是怎樣 B部分是不夠位的 好 我收細一點 留一點位置 給我做B部分 好了 B部分 如果我們已經知道 A、B是垂直於CD 那我們就要寫得出 藍色 這句 就是 第一個斜率 AB 乘第二個斜率 CD 會等於負1 好 然後 又是關鍵 來 黑色 有自己的斜率 紅色 有自己的斜率 不過比剛才 幸運的是 你不用重新再慢慢做 因為 先前我們已經在上面 我試一下拉它下來 先 先前我們已經在上面計過 看到我們這裡計過 已經 看到這裡計過 所以 先把CD的斜率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好嗎 好 我再把 A、B的斜率 先前計過 在這裡 放在這裡 好 好 這次我給K 是負數 給大家試一下 所以 寫個字 在這邊 3-K 除以負1-K-2 我拆了個括弧 2-負4 我再寫一次給你們看 等於負1 所以 最終 3-K 除以負3-K 乘以 這個 6 over 10 如果已經有很多份數 你不想再做虐減 你不妨可以不做虐減 現在 現在 乘數 記住乘數 普通乘數 不是靠差雙乘 是分子乘分子 分母乘分母 所以 code 6-k 10-3-k 最終拆開,變成18-6K 負30-10K 這些位置一定要小心一點,慢慢成 事但做錯一樣,是拿不到滿分 但這些方法分照到你拿到的 好,去到最後了 去到最後呢 好,計算下去 將份母成對面 負1乘這個負30-10K 18-6K乘入,即是30加10K 好,10K正數那麼漂亮留在這裡 反而6K過來這邊這邊加數 16K 左手邊負12 還差一點點 我先寫小一點 所以K會等於負12除16 負12除16 即是負3 over 4 好,結論 K會是負3 over 4 既然很多同學都說不懂做第三題 我再一次說 重點位一定是已經跨著 這裡 懂計算邪率是必須的 要知道平衡線和垂直線有什麼特性 邪率關係要知道 而當中比較多同學不夠膽做的 因為看見K會怕 其實實際上看見K也好 你都一樣可以算邪率 好了 到這個小測的後面的部分 重點就是計算中點和節點 中點和節點 在這樣的情況下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要分開逐個計 如何計算 X的計算 記得了 就是把左手邊的X加右手邊的X除2 同樣地 Y 如何計算 Y 左手邊的Y加右手邊的Y除2 我不計算下去了 而到下面 節點的情況下 X一定和X有關 我們會把左手邊的2這個座標乘以右手邊的比例 即是2乘3 再把右手邊的6乘左手邊的比例 即是6乘2 分母就是 這裡是2和3那麼多分 我們真的分母就是2加3那麼多分 而Y值呢 Y值呢 就用它的Y來計算 就是把8乘2左手邊的2 加 左手邊的4乘2 3倍 再除2加3 好了 正式試試做好做 第四題 我們真的要看清楚這條題目 有A在這裡 有B在這裡 它說M真是中間的情況下 如何計算M呢 我們首先可以切了先 切了M做XY先 然後呢 X我們就用它們的左右X來計算了 最後呢 就不難記得到答案是7 好 到Y值 轉轉顏色先 Y值 好 Y呢 又是它左邊Y 右邊Y相加 左邊Y加 右邊Y 記得加一個括弧給它 隨意 答案是-5 慢慢計吧 你們盧Sir 深算 暫時來說多 所以比你們快 好了 然後計算到M 答人 M的座標就是7-5 這樣就完成了 好了 至於到第五題 怎麼做呢 就要小心一點 首先呢 我們先寫下A的座標 A的座標是7-H 到B的座標是軟一點 是K-13 而M屬於它的終點 M的座標就是3-8 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真的要很小心 先用回紅色 我用紅色來寫下Y的數值 所有Y的數值 我用紅色不表示 分開黑色和紅色 要留意 是中間的X值 會由左邊的X加右邊的X除2 這樣就會計到左邊是6 6就等於7加K 這樣就可以計得到K對於-1 中間的過程自己小心一點 到Y的數值 中間的Y-8 會等於左手邊加右手邊除2 自己要小心一點 不是每次的未知數都會放在左手邊 這些方程式很重要 再計到-16等於H-13 H會計到是-16加13 H就會是-3 最後做完最後一題 這樣就完成了 第六題 第六題 好 放在這裡 好 重點我們就收回細放在下面 好了 今天記得 我們首先看看 A的座標 6-7 B的座標 B的座標遠一點 -4 -2 中間有個P位 不是正正中心 但也是屬於中間的 我們未知 等一下我們要寫個切字 它的距離 A-P就是2 比P-P-P是3 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剛才已經溫輸了 就是我們要先計中間的X-Y 我們先切 切P就是X-Y X的計算是來自左手邊的X乘右手邊的比例 比P-P-P 剛剛深入的X 先伺��誌 再寫정이 再寫位 描述Y的計算一模一樣 是左手邊的X乘左手... 右手邊的X乘左手的X乘右手比例 除去3加2 -21-4,答案-25 答案-5 記得,每次都要最後答人 p 的答案是2-5 那就要做完